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只能说现在对于相法理论真正去研究的人不多 对于数法偏好者倒是一大把 智在相学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曾有段时间江湖术士甚至把智看成是相的大部分 因为生下来的婴儿并没有智 智都是后天所成 对于智来讲 面部智越少才是越好的 没有智那就更好了 但并不是有智点成没智就想变好了 那是痴人说梦 我们发现智的出现多发于青春期前和周年刚智 智分三种 一种是因为错误的选择和方向导致人生的不顺为防智 另外一种是因为正确的选择和方向 使得人生有了好的发展为贵智 还有一种就是性格体现的智无畏好坏 那么哪些智才是助你发财的好智呢 一起喝小酱汁来看看吧 一上嘴唇有智 嘴巴围出纳关代表实陆运 一般可以通过嘴来观察一个人是否衣食无忧 是否注重享受 如果上嘴唇长智的话 说明此人多愁善感 凡事都会为别人着想 身边有很多值得深交的朋友 自己喜欢吃美食 食入运非常好 上嘴唇有智又叫做食入智 说明此人物质条件非常的好 很容易发财 个人有主见双伤都高 会做事更会做人 就算眼下不是很富裕 但是早晚都会发达起来 二 眉中长智 眉毛在相学上被称作为饱兽工 如果眉中有智的话 在相学中叫做洗上眉梢或者眉里藏珠 是很好的预兆 代表此人懂得为人处事之道 人际关系不错 拥有较好的人脉资源 在有需要的时候 会有人出手相助 眉中有智的人性格低调 为人谦和 进退有度 而且有贵人相助 尤其是在建功立业方面 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他们自身聪慧爱学习 再加上有人相助 因此容易做出一番成绩 让周围人刮目相看 三 耳后长智 耳朵被称为听财官 在相学中是判断财运 智力和身体状况的重要部位 如果耳朵后面有智 而且颜色先亮 那就表示此人财运旺盛 物质条件非常好 不仅日子过得富裕 而且还有一定的积蓄 动产和不动产都有 这种志向的人聚财能力很强 总能通过各种渠道去赚取钱财 他们本身就是聪明之人 遇到任何困难 都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 再加上财运优望 因此很容易获得丰厚的利益 四 背部中央长智 背部中央有智 一般自己可能是看不到的 可以通过照镜子 或者找家人求证 这个地方有智 而且颜色鲜亮不暗沉 是富贵智 更是发财智 这种志向的人大多父母身体健康 儿女孝顺懂事 家庭和睦 而且自身的财运非常的好 一家人日子过得其乐融融 幸福美满 而且他们不管从事哪个行业 都能获得丰厚的收益 此处有智的人非富即贵 衣食无忧 事业做得很大 还能为身边的人带去福气 五 下巴有智 下巴又被称作为帝格 主要代表一个人的晚年运程 与家庭观念等等 如果下巴有智不是很大 而且有光泽 被视为是发财智 此人有能力 智商高 头脑灵活 发家迅速 通常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 获得相应的回报 而且收益丰厚 这种志向的人 大多家庭环境不错 父母也能够给自己 提供好的生活质量和好的教育 再加上自己财运又好 一般日子过得都很富裕 六 胸部有智 胸部本来也算是私密之处 因此也算是暗制 是吉祥好智 不是能够逢生化吉 就是升官发财 胸部有智的人 倒不是从小家庭就好 也很少得到父母长辈的助力 大多都是靠自己 中年以后抓住时机 再利用自己的好财运 最终成为富人的 这种志向的人 是属于性情中人 为人仗义真诚 大多能够在商场上站稳脚跟 利用自己的优势 获得一定的成就 七 臀部有智 臀部上的智 是属于典型的隐才智 因为地方十分隐蔽 不易发现 也是极致 是财运通通的象征 这种志向的人 财运旺 能力强 又有较好的人脉资源 能够得到贵人的帮助 使事业很快发展起来 并获得相亦的收益 日子过得富 臀部有智的人 性格坚毅 为人豪爽 人缘极佳 在事业发展过程中 可以得到外力的支持 促使其 财运轰通通 生活富足 他们不仅自身运势好 就连家人 也跟着沾光 享福不少 八 太阳学有智 太阳学的位置 在相学中 被称为 一马功或者迁移功 可显示远行 出差 升迁 移民 以及财运和事业运极凶 如果说 太阳学的部位 宽阔饱满 而且有智的话 那就说明 此人的人际关系好 擅长社交 人脉资源 非常的宽广 做事情 也能够得到 别人的支持和帮助 太阳学 宽阔有智的人 一般财运也很不错 再加上 还有得力贵人相助 在事业方面 进展顺利 收益也相对丰厚 容易发大财 这种志向的人 大多都比较聪明 学习能力很强 完全可以通过 自身努力 把事业做大做强 日子过得富裕 九 脚底有智 都说 这一层不易漏 智越长不显眼的地方 越好 脚底有智的人 聪明伶俐 学习能力强 只有特殊的天分和才干 如果能够遇到不乐的话 会成就一番大事业的 他们大多都有利于 在外移动赚钱 比如常常出差 或者是坐航运和行船 脚底有智的人 一码都很重 通常有很多外出的机会 在职场中 更是有呼风唤雨的本事 不是公司领导 也是自己当老板 拥有较多的 动产和不动产 这种志向的人 不是特别的精明 但是却很会做人 低调 谦逊 容易得到 身边人的支持和帮助 因此也更容易在事业上 做出一番成就 十 夜窝下有志 夜窝下面如果藏有志的话 就如同是富贵暗藏 去世代发 一旦有了好的时机出现 立马牢牢的把握 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可能也会吃些苦头 四处碰壁 不过慢慢成熟以后 也懂得如何在这世上 站稳脚跟 这种志向的人 一般早年并不发达 甚至可能比别人 过得还要差一些 但是越到后面 机会越多 自己的能力也更强劲 算得上是天水地理人和 很快在职场中 闯出一片天地 如果平日里懂得理财 尽量不要盲目投资的话 可能会坐拥更多财富 十一 脖子后方有志 很多人都认为 脖子后面的志是苦情志 不利于感情发展 殊不知 这是一颗大大的极致 表示此人有过硬的靠审 无论是在职场 还是在商场 都会得到 别人的支持和帮助 很快发达起来 成为有钱人之一 这种志向的人 平常不显身漏水 但是到了关键时候 却能一鸣惊人 脖子后面长志 叫做乌下藏经 其人总有一天 会坐拥丰厚的财富 他们不仅自身聪慧能干 头脑发达 而且还有非常好的贵人运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有贵人相助 尤其是在事业方面 贵人很给力 一般都可以做成一番大事业 十二 小臂内侧长志 通常小臂内侧长志 很容易被忽略 但是这个部位长志 在相学上 是一步登天的意思 终身都会有很好的财运 小臂内侧长志的人 从出生起 就可以得到上天的庇佑 终身不只是 很少遇到大磨难 或者大艰难 而且还能常常得到贵人相助 他们很少与身边的朋友 计较一些小事 总是乐于去协助 处于窘境之人 常常为身边的人 带来满满的正能量 这样的人 在工作中常常开展的比较顺利 事业不止可以一步登天 收入也会越来越可观 至于其他地方的志 比如说有人提到 笔子上的志也主发财 除了两双红志有爆发一下之外 笔子这种关键的部分 所有的志都是阻碍破败 还有什么全国的志主权势 真不知道这是能编还是怎么 全国上的志 大多都是虚荣和尖角的表现 从没见过哪个能掌权的 在那处有志 因为从根本上讲 凡是全国隆起为全志 有志反而是破败的作用 代表着掌权不久 就要落马 学习运用向法 包括任何名理 首先顺利 其次才是数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姜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姜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令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